天天陷了七八个人 结个大任务 这里就是冒险者国会了 我的第三个任务就在这 上个月我被三只魔术追 那家伙 我抡起斧头就是朝他天灵盖咋 这不是脑后门那个兔崽子吗 来 大家评评理 这不是脑后门那个兔崽子吗 来 大家评评理 作弊的人 配当骑士吗 说什么 本大爷今天亲眼看见你在浩月分店作弊 你们自己想想 见过年纪这么小的准骑士吗 要不是家里花了点烂钱 是啊 就是到处求敌点告奶奶给求来的 什么东西啊 就是就是 你再乱叫舌根 信不信我把你舌头拔了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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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您有准骑士徽章吗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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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来就该是你的 拿着我的徽章 不害臊吗 请把徽章还给我 给狗也不给你 请把徽章还给我 还给你 可以 让你妈来求我呀 兔崽子 你说什么 让你妈来 阁下侮辱我母亲 我龙浩尘 以骑士圣殿准骑士的身份 向你发出挑战 不死不休 那爷爷就成全 打呀 打死你个小骗子 老师说过 不必和你的敌人多说什么 用手中的剑 和敌人的鲜血来洗刷池 兔崽子 兔崽子 来啊 让爷爷看看你有几斤几两 成风 好快 还可以 把你批发了 都不肯定了 去 哥哥 不肯定了 怎么回事啊 就这么挡住了 不可能 他怎么能挡住我的全力一击 纯白先刃 君不断 你不敢 胡输我妈妈 小子 竟敢中伤我大哥 受死 怎么敢 玫瑰独角兽 难道它是地狱玫瑰 抠袭我弟弟 你们活腻了吗 居然是地狱玫瑰 这俩人肯定完了 如果它真的是地狱玫瑰 我们可惹不起呀 千千尺大人 饶了小的妈 斗个屁 把我们给放了吧 滚 滚 是是是 姐儿 你厉害吧 你解决我地狱玫瑰的名号 还是很响的 你的坐骑针铺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 走走走 我们先去接任务 居然真是地狱玫瑰啊 地狱玫瑰竟然是那小孩儿的姐姐 什么来头啊 好 准骑士大人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我想接一个三件悬赏 现在三件悬赏还剩一个 在昊月沼泽 猎杀一只名叫杖利的门手 就这个吧 准骑士大人 这昊月沼泽 有一种使人产生幻觉的胀气 如果你们要捕捉那胀利 最好还是背几颗胀气丸 我今天还因为胀气出现幻觉了 我看见了一个美女 竟然说自己是我老婆 准骑士大人 你都在家二十多年了 哪来的老婆 我就知道天上不会掉老婆 那么 请问在哪里能买到这个胀气丸呢 胀气丸可特别难练成 昊月沼也只有林大师才练得出来 别咬小人头发呀 林大师 打人不打脸 要人不要头啊 走 走了 你们知道小爷平时帮我头发要花多少钱吗 你们赔给我 你这发型不是好好的吗 是不是想敲诈啊 敲诈 哥有压 哥有才 哥还是魔法圣殿的小天才 还需要敲战你吗 你 俩还没偷射染绿猫 话里胡哨 你 你还好意思说我 红头发相哥 大 荔枝 姐 你先消消气 大荔枝大荔枝 雷纳士 你的魔法果然厉害 所以 我们想找您买两瓶瘴气丸 嗯 还是你有眼光啊 刚刚呢 我看你打架也不错 甚何小爷胃口 两瓶瘴气丸 就收你 三个金币吧 小兄弟 你和我真有缘 都是又帅又有钱 那就 给你打个折好了 有机会 今后一起闯到江湖哦 大荔枝 接着 玫瑰 咬它 看你还敢乱说话 大荔枝 今后一定没有男人敢去的 是 那也轮不到你管 要是再遇到 非让玫瑰把你咬成秃子